好 那接下來呢 我等一下要準備變個小魔術給大家看 變魔術之前呢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我們家的鏡頭到底有多強大 好 我們看一下 最上方 最上方 我們家是萊卡的四鏡頭喔 那你怎麼樣 不用再帶專業相機出門了 四鏡頭 總共哪四個鏡頭 最上面是超廣角鏡頭 擁有的是兩千萬畫素 中間的是超感光的主鏡頭是四千萬畫素 以及最下方的前望是長銷鏡頭是八百萬畫素 以及還有一個鏡頭在哪裡 有人可以幫我找出來嗎 閃光燈下面好 非常的快速 閃光燈下面呢 這個叫做我們的什麼鏡頭 你知道嗎 欸 不曉得 它其實呢 叫做TOOF鏡頭 景深 好厲害喔 你是我們家華為的粉絲嗎 不是 哇 欸 連不是華為的粉絲都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華為對大家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 讓大家看一下 TOOF的鏡頭呢 它強調的就是要加深我們的景深效果 來利用3D建模 拍出更漂亮的景深照片 然後我們在這邊呢 經常用的小天使先打開照相機 我先訪問一下現場的朋友 有沒有人跟我平常一樣是邊緣人 有沒有 你也是邊緣人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邊緣人 你剛剛有參加過是不是 都知道我要講什麼 欸 邊緣人 有是不是 沒有朋友 來沒有朋友的 首先幫我分出來 你跟我一樣 可以跟我交朋友 可以一起作伴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我平常在拍團體照的時候 很容易被趴掉 這邊還有一個搖滾器幫我靠過來 好不好 因為等一下呢 我準備送出我手上 這一個大的見面禮了 好 我就說了 平常拍團體照的時候 很容易被趴掉 有這樣的經驗的 有沒有這個時候 有 是不是 有這樣的經驗的人好像蠻多的耶 對不對 那你這邊也有 你也被趴掉過 對 還有誰被趴掉過 你也被趴掉過 我們讓給新朋友拿一度的機會 好不好 欸 被趴掉 其實不是因為你人人不好嗎 大家 不要這樣子想自己 其實是因為對方的手機功能 不夠厲害 讓大家看看 使用了華為的P30 Pro 超廣角鏡頭 等一下開下去給大家看 這是目前一般鏡頭呈現出來的畫面喔 那我 來 我這邊按下去 現在開始的是 我先把人像關掉 好 來 這邊超廣角按下去之後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來 再給大家看一次差別 這個是目前我們卡到這個人這邊的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 超廣角按下去之後 後面這邊整個展示機這邊都跑出來了 但是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它沒有變形 有發現變形嗎 並沒有 而且呢 我們家是超廣角 一般手機的廣角鏡頭都沒有我們家弧度這麼的大 那麼使用了經驗手機之後呢 就不用擔心拍團體照會怎麼樣被趴掉了好不好 好 永遠都可以搶到C位了 好 那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小魔術要來訂給大家看 那我先來看看 嗯 我們要學的東西很漂亮 欸 妹妹 你的飛包好可愛喔 我得買給你的 就我把它買給你的 來 這邊我先發個小禮物給你好不好 那你可不可以借我當一下model 可以嗎 那你轉過來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可愛的小包包 哇 自成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然後在路上看到喜歡的東西 不好意思開口問來家 怎麼辦呢 直接拿出我們的P30 Pro 這個時候呢 妹妹你看一下 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來 告訴大家 我們家呢 可以搜索出所有相關的類似款 粉紅色 尤其是粉紅色 顏色是絕對會差不多的 但是呢 你看 因為畢竟妹妹的包包不是銘牌 所以呢 它有搜索的部分呢 它就會比較難搜索 如果你現在呢 拿出來的是銘牌 通常呢搜索出來的都是同款 同款是同樣的 對 你們等一下都到店內來做體驗 車上有杯銘牌呢 趕快利用這個機會來試試看 那還有一個功能 請問一下 平常有沒有在做體重控制的 有嗎 有在做體重控制 後面的朋友都沒有體重控制 身材保養的非常等於是不是 有嗎 有發現今天呢 現場的朋友呢 身材都非常的好 只有我一個人 靜靜的在做體重控制 但是我們出門在外 最難的就是飲食控制 為什麼 大魚大肉 我沒辦法控制自己吃進去的東西是多少卡洛里 但是呢 來 我們一樣 開啟相機 就可以調整到我們的卡洛里模式 現在呢 來 我給大家看 因為我現在沒有東西放在前面 但是呢 如果你前面買了食物 剛剛呢 就有一位帥哥拿了一顆蘋果 我順利的辨識出來 他的蘋果卡洛里是多少 也有水 也辨識出來 但是 前幾天有一個大姐 我要告訴大家 大姐拿了一個昂格櫃 她拿了昂格櫃之後 而且還是放在包包裡面壓扁的 來 這個蛋糕 我不確定喔 因為這個蛋糕 有人可以說說它是什麼蛋糕嗎 它比較沒有一個 對 但是呢 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所有的形體呢 最容易 連肉眼都辦法馬上辨識出來了 包圍 辨識的最快 好不好 我們先拿個小蛋糕 而且現在呢 是有包裝值的話 我們來看一看 包裝值呢 也會影響到它的辨識能力喔 來 給大家瞧瞧 我們目前呢 在做搜索 有發現 喔 它現在 因為這個有點貼貼的 所以呢 它辨識出來的 可能不就是 不就是你要的蛋糕 但是呢 我建議你等一下幫我們把蛋糕打開來 然後呢 到體驗店裡面好不好 讓它可以直接的來辨識 不要有一層包裝值 不然呢 它拍照出來 或搜索都不太正確 好 那 記得剛剛有說姊姊拿恩骨貴 對不對 而且還壓扁扁的 那這時候要考驗我們將法威的辨識能力 我跟他說姊姊 你看一下現場的朋友 沒有人知道你拿的是恩骨貴 所以呢 你一定要肉眼自己都辦法做辨識 才交給我們的法威 好不好 好 接下來呢 來玩一個小遊戲 這是我們要變魔術的道具版本 來 精彩的魔術又來發生了 等一下呢 我會持續的 把我手上的好禮送給大家 大家一定要緊盯著我們小秘石手上的這支 P-SALIN PRO 好 平常一樣 有誰喜歡出國旅遊的 喜歡嗎 後面的帥哥 來 喜歡出國旅遊 還有誰喜歡出國旅遊 你也喜歡出國旅遊 再送給你 懂 你也喜歡出國旅遊 是不是 那來 你靠過來 欸 我現在好像已經沒有多餘的小禮物 我等一下呢 想辦法給 你要把這個讓給他嗎 哇 恭喜你獲得我們小禮物 我等一下沒有小禮物了啦 我會剩下大禮物要來給大家 好不好 期待一下 好 平常喜歡出國玩的選手 欸 還蠻多的 那有沒有人跟我一樣精通30國語言 欸 只有我嗎 只有我一個人精通30國語言 沒有人跟我一樣 欸 但我走路會有風欸 整場只有我一個人精通30國語言 大家 還有一位 他跟我一樣精通這麼多國語言 有人知道是誰嗎 來 帥哥 我看到我了 他說華為 他很快 直接默默的在喊華為 沒錯 就是我們的華為 他跟我一樣呢精通這麼多國語言 來開放點菜好不好 請問一下你們想要看哪一國語言的翻譯 俄文嗎 你 你現在在考考我們家華為 有沒有俄文是不是 來 俄文 有 俄文馬上幫你找出來 我們現在呢請小天使幫我看一下 我們的中文版本呢 直接幫你翻譯成俄文喔 我們經過帥哥直接來給你們看 來 他現在呢只要辨識 他就可以辨難 我們小天使可以把他拍下來嗎 來 我們拍下來之後呢 他就可以 好 來 小天使來 小天使昨天有敘酒 所以他手比較走一點點 大家要給他一點時間 來 我們看一下 現在呢 那就直接的交我們的中文版本 翻譯成俄羅斯文了 有看到嗎 現在螢幕還是有在閃的吧 對不對 還有畫面吧 如果沒有畫面的話 要告訴我一下 有沒有看到 他直接交我們的中文版本 翻譯成俄文了 那我們再給大家看一個 韓文或日文好不好 想不想看韓文 好 我們看韓文 因為大家最喜歡出國的就是去日本 或者韓國 那我們看一下 一樣喔 我們都不用拍照 跟大家強調 相機打開來 不用拍照 對著我們的版本 就可以直接來做識別的 有沒有看到 現在 中文的版本直接變成什麼 韓文 還沒看到你就馬上知道了是不是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中文版本呢 真的直接馬上變成韓文了 所以你出國在外的話呢 不用擔心菜單看不懂 尤其是如果你吃肉類 你會擔心自己牛肉 豬肉吃錯的話呢 一定要來使用 我們家這個產品 為什麼呢 我去法國的時候 我點餐 我看不懂他的法國菜單 所以我隨便點的一樣 糟糕 那上來的東西 當然不是我要的 而且他是豬肉 我不吃豬肉 哇這時候就很麻煩 對不對 我還要額外再花費 一筆費用 去買新的產品 因為對方也聽不懂英文啊 這個時候呢 只要使用 D30 Pro 就可以輕鬆的來做識別了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要來發出禮物給大家 發禮物之前呢 我先來問一下現場的朋友 有沒有人的手機 是有無線充電功能的 有嗎 有無線充電功能 來 還沒有拿過大禮物的朋友 先留手 有嗎 有無線充電功能 來 有沒有 有無線充電 來美女 你的無線充電功能 是哪一隻手機呢 哇 有 你在說一次 好 因為呢 我們剛剛經過多重的測試 美女這個品牌的手機呢 有異使用 我們無線充電時候會混混的 好不好 我們追求一下其他品牌的手機 因為這個真的是經過測試 你的效果會等很久 好不好 我來先看看 哪一個 這一個我還真的沒有試過耶 還沒有試過 我先來看看比較穩定的 還有沒有其他品牌的手機 沒有嗎 有沒有華為的使用者 有嗎 欸有啊 馬上就有 那你的是有無線充電功能的嗎 哇 欸你超噁心 非常可惜啊 剛剛帥哥 你剛剛說你是 哇 這個帥哥 有沒有看到 他已經拿了我們現在最新的P30 Pro 然後他使用的就是現在缺貨缺到爆炸的天空之景 這個顏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他現在是有裝殼的 把殼拔掉的話 你會怎樣 目光被閃爍到睜不開眼睛 太漂亮了 好我現在就來做示範了好不好 欸我們現在請小天使打開這個功能 我剛剛跟我說 我平常是電源人 使用了P30 Pro的時候呢 人員變超好 超級萬人民 告訴大家小PayPal是什麼 來 我手機只要放上去 他在幹嘛 他在充電 有看到嗎 而且你看他的速度喔 速度之快的 來再給他 我現在身上沒有發電機 我沒有作弊 我後面沒有插頭 來給大家看一下 只要放上來 立刻的來怎麼樣 做充電 再給大家看一次 現場的朋友可能沒有看到 到底速度有多快 現在目前沒充電 來 小天使幫我放下來 他怎麼樣 自動的來充電 來 感謝這位帥哥 感謝你 好 那我一樣呢 先把這個禮物交到你手上 好不好 先送給你 好 那我告訴大家 可以 你的手機如果只要是有 無線充電功能的 通通都可以 因為我剛好說 其實我們的華為呢 非常的大愛 在暗示隱私的 只要呢 是其他平台 只要你有我們的 無線充電功能 通通都可以來做使用 好 機器的話呢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也是可以直接來做充電 所以呢旁邊的帥哥 就可以購買華為的D306 等到你手機要沒電的時候 那趕快緊急的就有你 好 這個功能呢 叫做無線的反向充電功能 在外面有緊急的時候 你可以將華為手機的電量 借給你來做使用 當然有人會告訴我說 欸那這樣子 我使用了你們家的手機 我不就手機常常會沒電 對不對 對不對 有時候哪裡人在外面呢 朋友偷偷的把你的手機拿過去 但是我告訴大家 華為知道人心險惡 他知道呢 你們的朋友一定會幹這種壞事 所以這個功能是 需要你本人親自開啟 開啟之後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呢一定要點到 來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點掉 已經點掉了 我們到設定的地方 找到我們的電池 電池在哪裡 找到電池的地方 然後呢 無線反向充電 開啟 他才可以來做使用 好不好 所以不用擔心你的電量 常常對人家偷偷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一定要來告訴大家 我們家的電量 是4200毫安培的大電量 4200毫安培 有人知道是怎麼樣的概念嗎 我們可以怎麼樣 連續追劇 最近有一部劇很紅 叫做我們與二的劇 很喜歡你看 有看過解手一下 很多人追 只會一追手機就發燙 那就沒電 但是呢 我們家的手機 4200毫安培的大電量 可以連續看影片24.5個小時 24.5個小時 讓你不斷電 看到結束 而且呢 我們家是40瓦的超級快充 40瓦的超級快充 是使用30分鐘 30分鐘 將電力充到70% 其實它的電量只需要30分鐘 但是呢 你會告訴我說不會過熱 千萬不用擔心 我們家呢 使用的是石墨的熱吸 那個忍熱技術 所以呢 不用擔心我們電池會過熱的發生 以及呢 我們家中一定會有小朋友 來用手機 長輩來用手機 我們家的電池 是有通過德國來因的安全認證 第三方的安全認證 讓你們不用擔心電池有危險 是會發生 好不好 所以呢 這支手機真的非常非常長大